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且大部分选曲都是各自的代表作 光靠秦淮收割一波热度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出舞台的表演外 首期节目中最大的看点无疑是个人喜爱度排名 泽力高 代表作多的任先起 当之无愧拿到第一 潘美博 郑军 苏友鹏 李承炫 吴建豪等人的名次也是当之无愧 但陈小春 张志玲和张云龙这三位师兄的人气排名略显尴尬 比很多网友的预期要低 除了前几名是意料之中外 倒数前几名也没有悬念 方亦伦 朱家琪 蔡衡 张俊宁 金汉 范世奇这六位内地哥哥包揽了倒数前六 尽管批哥二刚播出一期 但其实节目组已经录制完毕了前三次公演 网传六人被淘汰 其中四人确定两人存疑 而这六人中有三人是内地哥哥 有两人是易南平 四位哥哥确定淘汰 由于第三次公演已经结束 所以现场观众很清楚知道前两次公演的淘汰名单 其中一公后淘汰了温兆伦和方亦伦 二公后淘汰了黄亦达和朱家琪 温兆伦作为TVB美男反派代表 曾塑造过很多经典荧幕形象 但可惜的是 他出舞台后的个人性爱度排名仅仅是第18名 尽管冲着温兆伦追P格2的观众不在少数 但节目组争选的现场观众基本都是年轻人 而且粉丝居多 所以第18名其实不意外 但一公后就遭遇淘汰 属实也是很多人的意料之外 第一个易南平哥哥已经诞生 方亦伦虽然是唱跳组合出身 但他出舞台表演的编号89757 这是差强人意 所以尽管他在小组 还有杜德伟 还有李承炫 但团队成绩倒数第二 当然了 出舞台的团队成绩和个人人气排名 主要看两方面 其一是代表作 比如马迪人红 但人不红 但歌红 且二是国民度 比如任贤奇和苏友鹏 但这两个人东西方亦伦都没有 后期呢 想逆袭很困难 二宫被淘汰也是在情理之中 黄亦达和初佳琪 初舞台后的人气排名分别是第26和31 所以二宫后被淘汰也不是什么太意外的事情 看了PG2首期节目 相信大部分观众基本清楚 为什么黄亦达 虽然有那女孩对我说这样的代表作 但却退居幕后了 她确实不适合浮躁的目前 至于朱佳琪 她之所以能被邀请参加PG2 想必和她在小爆款列罪图件中的表现有关 但可惜国民度终究是她的劣势 有意思的是 PG2出舞台播出后 不少网友吐槽根本分不清朱佳琪 方一轮 蔡衡 张俊宁谁是谁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他们四人走不远 张俊宁好运被产三宫后淘汰 但存疑 PG2三宫的录制时间是8月17日 和官宣主题曲是同一天 所以当时淘汰名单并没有即可曝光 但近日网穿三宫后淘汰的是张俊宁和好运 尽管单从名单来看合情合力 毕竟她俩的国民度和人气都不算高 但从赛制来看还有待确定 在三宫的比赛中 张俊宁和好运同属一个部落 队长是任险棋 另外三位队员是吴卓西 刘凯威和蔡衡 尽管这一组是输家 但同样是输家的 还有张正月部落和吴克群部落 网穿三宫的赛制是三个部落全员安全 三个部落全员危险 所以说同属一个部落的张俊宁和好运 同时淘汰 目前还不确定 当然了这种情况也不是不可能 因为处于危险区的哥哥虽然多 但最终要看的还是个人喜爱度排名 张俊宁出舞台后的排名是 倒数第四 排名第二十的好运 虽然是好一些 但参与三宫的哥哥中 比他人气还低的 确实也确之可数 所以说 尽管四宫开始录制后 才知道三宫确切地淘汰名单 但综合分析来看 张俊宁和好运 直步三宫的可能性很大 二人是易南平 在一宫和二宫已经确定被淘汰的死人中 温兆伦和黄义达 无疑是两个易南平的哥哥 上文说过 温兆伦出舞台后的人气排名 虽然仅仅是第十八 但他的影视代表作并不少 所以国民度不算低 很多观众都是为他赛追的皮革二 此外 温兆伦虽然演员身份更知名 但其实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歌手 发行过十多张个人专辑 但可惜惨遭一轮游的他 已经没有更多机会展现自己的vocal能力 除了温兆伦之外 二宫后被淘汰的黄义达 也是易南平哥哥 黄义达的巅峰是千禧年之后 也就是大众津津乐道 且无比怀念的华语乐坛巅峰期 而他能在那个年代展露头角 足以说明他的实力 值得一提的是 参与了初舞台录制的现场观众爆料 黄义达的打call阵容 是知名音乐人李思松和李卫松 孙燕姿是他俩的爱徒 但可惜的是 这段打call视频被剪掉了 去年的PK之所以是备受好评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玩音乐的人很多 比如亲力亲为 负责编曲的白举刚 李珠贤 胡海全等 或许很多观众不了解黄义达的创作能力 但他能得到李思松和李伟松的打call 足以说明他能在P歌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尤其是编曲制作方面 二宫就淘汰 着实是易南平 当然了 P歌虽然兼具实力和口碑 P歌二如今热度正高 但这类节目呢 到底依然是一场人气游戏 尤其是在如今的内娱娱乐市场 空有实力 没有人气和曝光度 或者说不愿意多多营业的实力派 很难出头 以及翻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种爱娱乐 敬请关注